也不会有任何人伤害你 星成 我在 星成 你听到了吗 你不要走 星成 跟我来 星成 星成 你听到了吗 你不要走 不管在未来任何时候 你的生命里 都会有我 你不要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什么 我都看到了 麦宁的设计手稿 这是未完成的初稿 看得这么入神 我还以为是什么精品级的设计稿呢 原来林总监情有独钟的不是这设计稿 而是对手稿 汤林 我们坦诚一点吧 你还喜欢她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对沈漫宁 到底是什么感情 或许在海外一大 她第一次穿过夕阳奔向我的时候 我觉得 我是喜欢她的 可自从她和颜星辰回到了庄稼 我看着她们一步一步踏进更深的漩涡 我更不清楚 我到底对她是什么感情 她跟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一点都不一样 虽然她们一样明亮 善良 但沈漫宁更强大 更坚韧 是 的确 她们两个 都不普通 像她这样坚韧 包容 就那么美好的人 从来都不是属于我的 是 就像她的设计稿一样 都好像和颜星辰 是命中注定的 我以前也不相信 人和人之间有注定的缘分 直到陪她们一路走过来 我才相信 沈漫宁和颜星辰 才是真的注定的缘 连我都想明白了 你不会还想把自己困在里面吧 不如我送你一个好机会吧 好机会 VS级国际设计大赛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有你的名字 向组委会递交了申请 他们直接把你的个人履历 划到了最高赛组 真的吗 我早跟你说过了 林总监 我看好你哦 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丫头 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 你闹什么小脾气 你跑什么跑啊 我有那么吓人吗 没有 方响 你好 你今天吃错东西了 没有 我就是吃猪肉上那些啊 就那些 你别 这什么 这你画的 是吗 荒原王子 有什么odies 我们时转就立刻画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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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可爱 你画的都什么呀 狼王和他的传说 虽然我没有权利干涉你画什么 但是你为什么画老大元帅和我 因为他俩帅啊 你看狼王严兴成 狼将军元帅 他们携手踏遍了几千公里的荒原 靠自己打下了一片都属于他们的天下 这简直就是传奇中的传奇啊 他俩是挺帅的 那我呢 你 你在这儿 就是 你别激动 你听我解释 你是黄原前狼王留下的唯一血脉 你是正在进化的黄原王子啊 你以外相遇了他的狼王和狼将军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但是你惨遭反派的暗杀 于是狼王和他的狼将军 踩着无数反派的尸体 杀进黄公 吹吹吹吹 拯救了弱小的你 他 拯救弱小的我 你可是故事里的忠心啊 所有人都围着你转的 你 你别骗我了 我长这么高 你把我画成个幼崽 虽然是挺可爱的 但是他们两个不能比我帅